首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那麼您進到我們的任務裡面 你來看一下 往下走有一個就是 申請Google帳號跟Chrome的這個瀏覽器的使用 一樣把這個打開 點這裡就可以進來了 OneNote上面它第一個現在會跳一個就是 有一個單元說明 你就按了解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顯示筆記 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在這邊做筆記 如果你要做那個 像各位現在都手寫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在裡面做筆記 下次你只要進到這個單元 你就會看到你自己的筆記 這是一個 那我們剛剛講的 原則上我們要現在用這個Google Chrome的這個 就是Google的服務 原則上就 Google的瀏覽器會比較OK一點 好 那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有幾個 Google的帳號 蛤 一個 這麼專一 這樣是很好 這樣沒有切換帳號的問題 但是有些時候你會有什麼 手機自己一個帳號是你自己用的 對不對 公務上也許會有一個 或者人家跟朋友會有另外一個 你不希望它混在一起嘛 那這個時候你要切換 一般我們正常的做法 大部分會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 這裡 點 你可以從這邊去設定說你是哪一個使用者 有沒有 從這邊 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換 很麻煩的是 我們今天如果在這邊登入了Google 你一定要先做一個登出嘛 才可以切換成另外一個帳號對不對 今天如果你不要那麼麻煩 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 我在這邊 有沒有好幾個 在這裡 有沒有 我點到這個之後我就可以切換 我要切換成哪一個帳號的 就直接切換過去就好 所以你可以從右上角這個小人這裡 有沒有 這個右上角有一個小人 點他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切換使用者 好 你就 平常用的是一個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一個登入 那你可以切換成第二個第三個 就是你有兩個以上Google帳號 就可以這樣用 這樣你就可以 它會開另外一個視窗 等於說我可以同時使用這兩個帳號就對了 好 那你的記錄也都會留著 也都會留著 比如說你在辦公室用的這個 我回家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你做同步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裡面 有搜尋的那些記錄 它會幫你記錄 那你到回家的時候 它就自動幫你同步起來 好 就會像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在這裡你可以這樣使用的 第二個 你要會進入無痕模式 這跟一般的資安比較有關係一點 因為比如說你在這邊電腦 這不是你的電腦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登錄你的帳號 那這樣當然安全性就 我們這邊會還原是比較沒關係 可是如果是別人家裡的 或是不還原那種電腦 你應該會有印象 常常我們在輸帳號密碼 點一下就跳出來有沒有 這樣就會留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叫做無痕模式 有沒有看到這有叫無痕模式 那這個它就不會記錄你的瀏覽的那些記錄 還有你的一些那個基本的一些行為 就會相對比較安全一點點 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你進來這裡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這個頁面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偵探在這裡 不一樣 那你了解齁 就是這樣子齁 所以你在這個模式之下 它就不會把你那些記錄留著 有沒有它有告訴你 你會啟用的無痕模式 那這個不是只有Google Chrome有 我們IE也有 IE也有啊 各位平常用的IE也有 只是沒有那麼看得清楚而已 在應該是安全性裡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Imprime 有沒有 這個也是一樣的功能 嘿 每一個流感器都有啦 你看 我有封鎖 Imprime Session 等一下 imprime瀏覽 抱歉 這個 有沒有 imprime瀏覽 隱私瀏覽 只是它沒有翻成中文 有沒有發現一樣的 它就告訴你 你會看到這個標記 前面有多一個這個 表示你現在的 瀏覽過程它不會記下來這樣子 好 OK 這個是第一個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看上網的時候 現在大家的螢幕其實都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你一定要會這一招 會放大縮小 會放大縮小 有的人 你看我這裡 平常 預設的大小是這麼大 我應該給你看一般的頁面 大概是像這樣有沒有 但是 你如果這樣看沒什麼 你可以放大一點 如果你覺得太大 你就縮小一點 有沒有方便一些 對不對 正常的大小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有差這麼多嗎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雖然螢幕變比較大了 可是大家常常看網頁還是怎麼樣 這兩邊有沒有都留白 對不對 如果不是留白就是 可能就是它可能偏一邊嘛 偏一邊 那這樣不是浪費空間嗎 而且有時候自由太小 所以你可以搭配這個 有兩種方式可以做 應該說嚴格講是三種 這題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要做測驗 我有提示 你可以按Ctrl加滾輪 也可以按Ctrl加 我們的加跟-都可以 如果你是搭配滾輪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Ctrl按著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Ctrl按著 往前 有沒有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往後縮小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放大 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顆什麼 有沒有一個放大鏡 表示你現在屬於放大的狀態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找到 在右上角這邊 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這裡有一個叫縮放 最標準的做法是從這裡 只是這樣太慢了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搭配快速鍵 快速鍵是要Ctrl加減 還是搭配滾輪就好 這樣會不會 這幾個我就先稍微講一講 先講一講 你看到哪一個你不會的 你可以再把它記下來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新版本的IEA 或我們的那個 現在已經都沒有辦法回家了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注意到新版本的瀏覽器 都不讓你回家 沒有這個回家的這個圖啊 回首頁啊 你都沒有注意到 IE的新版本也沒有這個 它好像從10還是11開始 就是沒有這個Home的 沒有所謂的首頁啦 你看我們的鍋鍋空也是一樣喔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左上角這裡 好像沒有Home 對不對 反正你又要在網路上流浪就好 幹嘛回家 可是有時候就需要啊 因為這樣你總是比較快回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出來怎麼辦 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叫做設定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進來之後 你會找到一個 外觀 我看到齁 有沒有一個叫做顯示首頁按鈕 就是在這裡 你只要把它按下去就好了 你把它打個勾 就好了 但是有人會問我 啊那個 怎麼沒有確定或者儲存的按鈕 不好意思齁 你在這裡勾了就算了 所以你勾完 馬上有沒有 回家就出來了 這樣了解 所以你不要再問我那個 儲存在哪裡啦 真的沒有 我會找不到 你只要勾起來 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啊 了解齁 所以這是 這一個 那另外呢 還有很多人會 找不到下載檔案的位置 有沒有 常常說 我有下載 但是不知道放在哪裡 你還是不要忘記 預設一定放在那個 固定的位置 可是你今天如果 不希望它放在那裡 因為其實 瀏覽器後來改版之後 它都是自動幫你下載 不再問你了 老實講這樣是比較危險啦 因為你點了它就下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不只我可以自己決定位置代理 還希望它尊重我一下 問我要放哪裡 要不要存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這個呢 在哪邊 在這裡 你可以到右上角這裡 一樣都在這邊 有沒有 好 一樣到設定裡面 好 但是呢 你必須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做 顯示進階設定 有沒有 今天 你把它點一下 好 我們往下看看 再往下 吹到了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預設這裡是沒有勾的喔 對不對 這裡沒有勾的 那預設其實就是 放在我們所謂的下載那裡 就在這邊 但是我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就這樣 記得不要再問我存檔在哪裡 打勾就算了 好 現在呢 我來下載一個給你看一下囉 所以呢 如果說你在這邊 像這裡 假設我要下載這個軟體 好 你進去之後 有沒有個下載 這樣有沒有出現 問你要下載在哪裡 有的吧 有的吧 那預設其實就在我的最愛裡面的這個下載 這樣了解喔 所以 你只要那個地方勾起來 這樣其實 原則上你在下載東西 至少你比較清楚你曾經放在哪裡 比較不會說每次都自動下載下來 因為這樣比較危險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叫做固定分頁的使用 這個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好用 那你可能會想 你看 我們上面 你們上網有沒有一個經驗 剛開始打開的時候是一個而已 不想玩的時候 要休息的時候 喔二三十個 對不對 分頁會越開越多嘛 那 有個情形 今天如果 我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上課 我上到這邊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上完 可是呢 我要下班啊 我工作還沒做 我要下班 我明天希望說 我不要再開這些分頁 可以怎麼樣 我一打開 流覽器就自動把這些分頁就打開 這樣不是更方便嗎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用固定分頁 一個是什麼 在這邊 這裡 繼續瀏覽上次開的頁面 就是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 我現在把這裡關掉的時候 我再打開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些分頁都開起來 這樣你是不是就不用一個一個再去打開了 還是你每天都是開門七件事有沒有 柴米油原降助場 然後每天打開流覽器 然後就拍一個自己 Yahoo的 然後就自己再開一個 我們辦公室的 然後再開一個你要去的 你不會累喔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麻煩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 一樣在這邊 另外一個就是固定分頁 等一下我再講固定分頁 我先把上面這個講一下 就在這裡 一樣在起始畫面這邊有沒有 預設都是開新分頁 所以你打開每次都是新的 但是你可以 滿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 這樣的話你下次再開起來 就是你上次瀏覽的情形 你開幾個他就自動幫你開幾個 這樣了解了 好 那固定分頁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 比如說這裡 我每天都要來的 因為這個是有時候會不小心把它關掉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這個我每天都固定要用的 你可以按右鍵 你看我在這個標籤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固定分頁 我們來試看看有什麼不一樣喔 按一下 有沒有縮成比較小一點點 而且它有一個特點 你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我們平常滑過去有沒有都有一個叉叉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都有一個叉叉 但其他有沒有 沒有這樣你就不會不小心 怎麼樣 關閉了吧 而且固定分頁都會在左邊 也就是如果這個也要固定 按右鍵 有沒有就縮到左邊來 好他就會幫你縮到 那你如果要排序也可以喔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拖曳一下 這都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些固定分頁就是 反正你只要關掉 我就是固定會打開的那一種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容易多了 所以我們把幾個 可能你在用這個Google Chrome 比較容易遇到的 或者你覺得說 也許你沒有想過可以這樣用的 我要先整理在這邊 你可以做參考 好不好 記得不要再問我存檔在哪裡